发财了发财了 万万人没想到 前段时间我不是拍了 其关于我们农村不其人的植物吗 我发到模仿上期之后 既然有位日本美女粉丝杀到我那条视频 看了之后还告诉我说 在日本那边一夜之间大涨价 而且一公斤我卖到了2600元 当时他私信托我帮他寻找这种植物 我当时一口就记得他了 记得的原因有很多 毕竟家国情怀 不忘除水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 帮他寻找这种植物 万万都没想到 在我们村里老乡 他的院子外面 也生长了仅此益树 非常的茂盛 我记得这种植物 小时候特别多人种植 没想到无亲切无人的种植 听村里的男人说 这种植物的越可以加工好的成品 男同胞越吃越上瘾 每个地方的方言叫法不一样 没想到被老人俗称为万年解毒王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还有没有 还有巨颖 大家看一下这种植物生长的特性吧 看到没有 哇塞 发财了 发财了 在这个位置 既然生长了这么多年 他的头部直径都非常的粗壮了 看到没有 估计他的头部边境也是很发达 这种植物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不管是冬天打上下险 都不影响他来年生长 我们能看到他的叶子特别大宝 是长条型的 纹路线条非常的清晰 正反面都很多细小白色的绒毛 加上枝条上面也有很多绒毛 镜头圆上就能看到他开出来的话 很接着很多果实 他的花朵看到没有 就像那个喇叭花一样 成为本红色的 哇塞 他的果实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一串一串的 没有成熟是绿色的 成熟之后就是这种咖啡银色的 里面就很多这种种子 它的种子玉米麻麻的 就像芝麻一样 掉在地上到来年也会繁殖 也不知道见多时光的生活在农村的人 里面的家乡 还有没有见过这种植物 里面那边多不多这种植物 如果多的话 估计王爷们也要发财了 哇塞 这种植物非常重要的 下边 下边